现在我们逐一学习化妆品不良反应的临床类型 丽依是一位小伙子 他到附近的小商滩买了一瓶洗面奶 使用以后呢非常的不舒服 在他使用的这个面部出现了边界清楚的红肿 水泡皮肤灼热疼痛 但是搔痒呢不太明显 后来啊他才听同学们说 他的同学当中使用了同一个产品以后呢 也出现过类似的皮肤反应 我们再来看丽二 丽二呢是一位中年男性 因为他的头发花白 就使用了一款绿色果品植物染膏 出现了头皮的红肿 皮肤糜烂胜水 而且搔痒呢非常的严重 他就去要求理发店的人赔赏 但是老板说 其他人也用了这一款染发剂 并没有出现你这样的反应 是你自己的皮肤不好 这位男士呢非常的迷惑 丽三呢是一位中年的女性 她使用了某某品牌的收缩水以后 这个面部呢也是出现了红肿搔痒 她的手接触了产品 又摸了对侧上肢的皮肤 也出现了同样的红肿搔痒 这款产品呢是她的好朋友向她推荐的 她就非常的埋怨这位好朋友 但是呢这位好朋友觉得非常的冤 因为她用了很久 感觉很好啊 没有出现皮肤的不死 所以这位患者同样感到非常的迷惑 我们看这三例患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使用化妆品的部位 出现了皮肤非常明显的 边界清除的急性的烟症反应 我们把这种烟症反应称为 化妆品接触性皮眼 这一类的临床表现 它是我们化妆品不良反应当中最多的 有人统计占到70%或者80% 甚至90%是最多的类型 我们看涅衣 它使用洗面了以后 很快就出现了症状 着热疼痛很明显 使用了产品的其他的同学呢 也出现了类似的表现 而涅二和涅三 他们烧痒更加的明显 使用同样产品的其他人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呀 接触性皮眼有两种不同的发生机制 涅衣是由于化妆品中 含有一些刺激皮肤的成分 初次使用化妆品以后 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发生同样的反应 都介于涅滞化妆品 可是涅二和涅三则不一样 别人使用以后没有反应 只是个别人发生了反应 我们称这种只有少数人才出现的反应 为变因性 接触性皮眼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过敏反应 原因是这些人 对化妆品当中的某一种 或者是某几种原料 过度的敏感 接触这种原料以后 它使皮肤启动了自身的防御体系 防御体系会产生抗体 这些抗体就会排除和抵抗这些致命源 启动自身防御系统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临床上许多患者 在出现这种反应以前 它往往使用化妆品有一定的时间 我们把这一段时间称为潜伏期 这段潜伏期的时间可能为几天几月 由于使用这种化妆品 长时间都没有反应 所以很多消费者呢 他们就考虑不到 是这种化妆品引起的过敏 但是这一类临床表现呢 往往是它烧氧更加的明显 尤其是使用产品到出现症状 有一定的潜伏期 我们不仅要问 是哪些成分导致的皮肤过敏反应呢 其实呀 能够引起化妆品变异性 接触性皮肝的原料相当的多 包括常用的一些香料 防腐剂 乳化剂 抗氧化剂 防晒剂 还有一些植物添加剂 都会作为过敏源 最常见的是化妆品中的香料 色素和防腐剂 那么如何去确定 是不是这个产品 或者说产品当中的原料 引起的接触性皮肝呢 或者病人 他同时使用了几款产品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产品 引起的过敏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来证实 我们称这个实验为搬贴实验 下面我们来看看 搬贴实验是怎么具体操作的 首先是实验品的准备 乳液等产品 运用化妆品原物 洗肋或清洁剂类 则应吸食为1%的水溶液 现在加样 将受食物放入搬饰器内 如是固体用量约为0.02克至0.025克 如是液体为0.02毫升至0.025毫升 同时设置空白对照 现在我们将 搬饰器贴肤于受食者的背部 用手掌轻压 使之均匀的贴肤于皮肤上 做好标记 做化妆品安全测试时 需持续24小时 做不良反应测试时 需48小时 去除搬饰器后30分钟 带压痕消失后 观察皮肤反应 如结果为阴性 于24小时和48小时 分别再观察一次 在背上放置的时间 与检测的长时间 产品有关 一些剂系类的产品 比如说洗面奶 面膜 眼贴膜 我们用了以后 需要洗掉的这些产品 我们只贴4小时 而面霜 营养霜 富富霜等 就需要贴48小时 那么清洁剂 定型剂 口红 这需要 稀释以后再做实验 我们刚刚说 为了争断 是不是化妆品 引起的不良反应 是需要贴48小时 而如果说 这个产品 做安全性的评价 上市以前 看看这些产品 安不安全 我们的国家规定 只需要贴24小时 我们取下斑食物 30分钟以后 就可以看 皮肤有没有不良反应 如果说 皮肤没有显现出 任何问题 我们还可以等一天 或者两天以后 再连续观察一下 如果皮肤出现了 红 肿 秋疹 脱穴 甚至年终的时候 出现水泡 我们就认为 这个产品 对皮肤有刺激 或者是变态反应的作用 就不能继续使用 这个产品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 利氏 是一位女性患者 她使用染发膏以后 就出现了化妆品 接触性皮眼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染发皮眼 产品的斑梯实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有红肿 痒 说明这个产品呢 是引起她 头皮的接触性皮眼的 一个原因 例如是一位青年女性 使用某品牌的 修复精华液和保湿霜以后 面部出现了红斑 秋疹和烧痒 我们为她做了 该产品的斑梯实验 实验结果也是阳性 因此我们就认为 这个患者 面部的这种接触性皮眼 就是因为 她使用的产品 导致的 大多数的时候 消费者因为太忙 或者说太远 他们不冷 或者不愿意 到医院做实验 他们还可以做 应用实验 怎么做呢 顾敏实验 好像是在我们面部 使用化妆品的部位 再继续使用化妆品 看看是否发生了红肿 对吧 但是这种做法呢 太冒险了 我们一般都不在面部做 而这样做了 皮肤又一次伤害 因此我们往往呢 是在皮肤的其他地方 比如说前臂的内侧 做这种应用实验 那这种应用实验呢 我们又称为 反复开放应用实验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实验是怎么操作的 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 反复开放型搬贴 实验的操作方式 首先 以前必趋彻 乳突部 或使用部位 作为受视部位 标记面积为5乘5平方厘米 受视部位应保持干燥 避免接触其他外用制剂 现在进行受视品的准备 乳液等产品 运用化妆品原物 洗肋或清洁剂 则应稀释为5%的水溶剂 脱毛剂稀释到10% 设置空白对照 将受视物0.3克至0.5克 或0.3毫升至0.5毫升 每天两次均匀地涂于受视部位 连续7天 同时观察皮肤反应 在此过程中 如出现皮肤反应 应根据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继续试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病人 她是一位32岁的女性 颜面部有红斑淋血烧痒 有两年了 这两年当中 看到很多医生 到了很多医院 原因一直不清楚 我们跟她做了化妆品原料 相关的斑铁实验 结果显示 甲醃 乌罗托瓶 米错丸金药 双米错丸金药 DMDM海因 都是斑铁实验阳性 而流流拱 实验结构是可疑 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原料 可以看出来 这些原料 基本上都是 一些防腐剂 这些防腐剂 它可以释放甲醃 我们追问病史 把她使用的这些保湿霜 拿到我们这儿 看一下呢 她所使用的保湿霜里边 就含有这些 能够释放甲醃的防腐剂 后来我们就告诉她 不要再使用 含有甲醃释放剂的产品 两个月以后 再来看病 我们看皮肤就基本上 恢复正常了 以上呢 我们分析的是 最多件的临床类型 化妆品 接触性皮炎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第七例患者 这一例患者呢 是一位青年女性 她的嘴唇 和她嘴唇周围的皮肤 出现了红肿 丘疹 稍痒很厉害 我们反复地问她 你是不是更换过唇膏啊 有没有其他食物的原因啊 或者是 最近 换了牙膏等等 她说从来没有 一直都用的 同样的产品 后来我们再追问她 原来啊 她上一个周末呢 到峨眉山去爬山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有些原料 她在一般情况下 对皮肤呢 不过敏 但是 经过阳光的照射 就发生了 光化学反应 发生光化学反应以后 这种原料 它就可能成为致命源 产生过敏反应 我们称这种反应为 化妆品 光感性皮眼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 化妆品中 常见的一些 光感性的物质 比如说防晒剂啊 染料啊 香料啊 还有我们唇膏和口红当中的 一些荧光物质 还有化学性的防晒剂啊 都可能出现一些光感性的一些化学变化 这一位女患者 她的唇膏里面可能含有色素 香料 这些色素和香料呢 可能是一些光感性的物质 所以它在屏上 在家里用的时候呢 好好的 但是当它到了阳光比较强烈的地方 就导致了光感性皮眼的发生 那么如果要证明 是不是这个产品引起的 就需要在皮肤上 贴上产品一段时间以后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斑铁实验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还要再暴露到纸外灯下 我们才能观察到反应 我们称这种实验为光斑铁实验 以上我们讲的化妆品接触性皮眼 和化妆品光感性皮眼 两种临床类型 都表现为急性皮眼 对于这两种临床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做斑铁实验 来验证 是不是这个皮肤出现的这些验证 跟这个产品有没有关联